从5月18号起全台各校才远距教学 光复以及瑞穗相托幼儿在家自学 现在防疫三级再延伸到6月28号 由于学期将在7月底结束 因此相托目前办理招生的同时 瑞穗相托也陆续办理毕业生的停学期间退废作业 光复相托则表示由于目前还在停学阶段 将在复学一周后再一并办理 防疫期间各级学校远距教学 公民营幼儿园在家自学 幼儿园的游乐设施只剩 麻雀在期间飞舞 从5月18号停课至近一个月左右 现在防疫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 瑞穗以及光复相托面对7月底学期即将结束 尤其针对毕业生的部分 瑞穗相托已经陆续办理退校及退废作业 而光复相托则以复课时间后再一并办理 目前我们就有大中小三个班 因为大班跟中班很多的学杂费 还有这些活动费 那个是跟午餐费跟点心费是政府出的 我们可能现在我们出的 只有小班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退给小班的这些费用 可能就是大概有材料费 还有活动费跟午餐跟点心 还有车费 车费是每个大中小都可以退 也因为配合防疫措施 光复相托原本明天要登场的毕业典礼也都取消 并且同步进行周身作业 光复相托总共有30多位学生 14位毕业生毕业后 现在也正式相托招生的期间 但为了避免家长外出增加感染的风险 学生家长可采线上以及邮寄方式报名 或者直接打电话报名登记即可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